第二年坐在导师席上的那音在上海接受访问时表示 对好声音第二季期待挺高 但是录了之后发现挺失望的 因为一些学员并没有像去年那么纯粹简单 好像都参加了很多节目 多了许多应景的表现 日前忙着录制中国好声音的那音回到北京 素颜的那音头戴一顶 顶着两只银角的帽子 青春气息十足 十分抢眼 那音自在第一季好声音上的造型被认可以后 就在装扮上很下功夫 当天那姐背心套裙 鞋跨包松高板靴 潮流装备极一身 而且那姐的心情也跟这声打扮一样亮 一路听着音乐玩着手机 不许名嘴卖个萌 完全一副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真是越活越年轻啊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